基隆288运输神很大 基隆市公共运输定期票288 预计在16日正式上路 市长谢国良 议长同志委和YOKA 台铁等业者一同出席记者会 宣导288优惠多多 288月票我们非常高兴 能够为基隆的市民专属的运输月票来推出 今天感谢我们很多位议员 大家都共同的来参与 共同的来支持 这288月票是属于基隆专属 可以跟1200月票 也做一个很清楚的市场区隔 假如你的工作跟就学地点 纯粹是透过公车跟铁路 然后就可以在基隆完成你的通勤的话 那你就可以少付1000块 只付288元 平均打2到3折 所以是相当优惠 相当划算的一个方案 不管我们是长辈搭车 还是医疗通勤学生等等 如果我们没有按照市民的使用需求 我想这个大众运输的使用率不会提升 包含我们这个机车停放的问题 如果你要提升大众运输 就可以减少我们机车 或是私人载具的使用率 那如果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你是中山区的长辈 你要搭公车到长庚医院安乐区 你要先坐一班公车到仁爱区 再转安乐区 我想这样子的不方便性 会让市民使用大众运输的几率降低 所以我想我们公车处应该通盘 检讨我们的公车使用路线 让我们的大数据 现在这个大数据非常方便 精算出来不管是菜市场采买 医疗系统 学生通勤 还是我们的上班族 等等如果用大数据 透过大数据的分析算出来 我想可以真正回应的市民需求 就可以真正的提升 这个很好的政策的使用率 学生手持T-PASS大跳舞道 288定期票 已经在10月11日开放预购 到底有多优惠 民众持订期票 30天内可以无限搭乘 基隆市境内市公车 台铁区间快车 举关号和指定车次自强号 比如说我跟朋友 很常到那个外木山那边去玩 然后搭公车 然后就要很多钱 要转车 对 然后有这个卡 就可以省蛮多钱 主要是针对基隆市境内 57条公车的部分 以及基隆市境内 我们有6个台铁站 在这个基隆市境内 我们只要使用288的月票 30天都可以免费 无限的一个搭乘 不用再付任何这个费用 所以这个基本上要去精算 不管是对我们基隆市 在通勤 尤其在基隆市 就学的一个学生族群的部分 优惠会很大 整个288的月票 我们已经在昨天就是11号 就已经开始来开卖 但是要在16号才能启用 目前我们卖的点 主要有台铁站 以及Firmary 那我们市政府也在 我们的二性循环站 是一个临时站 来所谓的一个购买 那以昨天开卖 我目前预估昨天一天 已经有500人来买这个月票 我们预估会有大概今年 可以到6000到8000 那明年我们会成长到 将近有一万人来使用这个288一个月票 根据市政府统计 每日基本税金内使用公共运输的民众 大约有4到5万人潮 若使用288定期票 最高折数可以享有2.1折的优惠 可替通勤族省下不少费用之外 也能够提升公共运输的搭乘 有助于节能减碳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